字幕製作人 李游品 、李游客 字幕製作人 李游客 字幕製作人 、李游客 字幕製作人 李游客 大家好 我的汉名叫樊一丰 我的泰雅族名叫雷莎達巴師 我是一名髮型設計師 我的工作是在做藝人KOL 然後專輯演唱會 时装周 然后 我也是这几年 台北金马奖后台 发行团队的顾问 在 七年前我们泰雅族的一个丰收记 的一个火的仪式 我将我的名字黄一峰三个字 写在一个木牌上面 放到火堆里面把它烧掉 那也是我一个重新开始 跟断舍离的开始 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的父亲 是从江西全南 跟着蒋介石来到台湾 我的母亲是一位泰雅族人 我有两个姐姐 那在我的眷村老夫少妻 是很常可以见到的事情 十一年前 我的父亲因为年纪大了 然后生了一场重病离开了 在童年的时候 我的大姐 因为犹豫症 自己选择了离开我们 几年后 我的二姐 生了三胞胎 但隔年 她也因为 癌症 离开了我们 我记得在她离开前的 一个星期 我去看望她 她跟我说 弟 我要 好好的活下去 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 我要看着这三个孩子长大 其实当下的我 心是碎的 家人的离开 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核爆炸在我的身上 很多时候 我都还不敢 伤心难过 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母亲 我常常在想 我该怎么样带着她一起往前 有一天我就问着她说 有没有什么是你人生的梦想 我的母亲跟我说 我没有什么梦想 但我想要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我妈的生长的地方 就是在尖石乡的云雾部落 小时候我们要回到外公家 要走三个小时的路 所以我想到要再回去 我其实有点害怕 因为回去走了三个小时 吃了午饭之后 马上要穿着鞋子又要下山 因为再不下山 天就要黑了 有一天呢 我就开着车带的母亲 回到部落 已经有路 已经可以开到房子前面了 但还要走一大段的路 杂草重生 根本看不到房子 我们两个就拿着镰刀 一刀一刀 一刀一刀地砍 走到房子前面的时候 我非常地感动 二十年了 二十年没有看过这个房子 所有的回忆 全部都涌上心头 我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说 这个石头房子 是我的外公带着部落的年轻人 做着炸药 把石头炸碎 一块一块地搬到上面盖的房子 看到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很美 回到这个当下 我的母亲 对着房子 喊了三声 爸爸 我回来了 爸爸 我回来了 爸爸 我回来了 当下我全身 鸡皮疙瘩 我在想 我好像要回到这块土地 跟这块土地 做一个很深很深的连结 回到部落后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搭了一个帐篷 没有水 没有电 只要放假 我就回到这个地方 我断舍离 我所有在台北一切的生活 我把我的 所有的精神都放在这边 陪伴着我的母亲 回到部落 我们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电也没有水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水流的位置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 用一个很长的时间 跟他相处 父亲走的时候 留了六十万给我的母亲 我觉得一个老兵 可以把三个孩子带大 还存了六十万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也觉得很骄傲 我们用了这柄钱 然后房子贷款 我们开始整地 我们迁水 迁电 盖房子 我们开始种咖啡苗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杜鹃台风 经过了四年之后 苗已经长高了 一场杜鹃台风 全部一扫而空 一世之间 什么都没了 隔了两年 房子突然失火 所有的东西也都没了 那时候我在想 到底我还要经历些什么 我记得 这时候是七八月 我跟母亲 在营地 看到了一只 萤火虫飞过 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动 大家不要 照灵计划 不要撒农药 看到一只萤火虫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回到部落这几年 我们发现 大家都在卖自己的土地 从山下到山上 一路上都在贴 卖土地的广告 我在想这么美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要卖自己的土地 那时候我在想 我二十年前去过京都大阪 看过樱花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樱花记 我当下被感动到 到底是谁种下了第一棵樱花树 去影响了整个京都大阪 让全世界的人 在一百年后来到这个地方 我在想 我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找了 我很多的其劳 访问了他们 我们二月 野荫开完之后 我们种小米 四月 刘苏花开完之后 我们种黑豆 四月刘苏花 刘苏花 四月雪 在我们的云雾部落 白茫茫的一片 我觉得很美 我就决定用它来做 我们部落的发想 在我梯田种了 一百棵的刘苏第一年 第二年 我们买了四百棵的刘苏花 带着部落的孩子们 一起来种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 雷萨哥哥 雷萨哥哥 我们山上都是树 为什么我们还要种树 我说 一百年后 你就会知道了 回到部落 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常常接受到 很多人在 FB上面 私讯我 公开留言的攻击我 一个年轻人 你现在回到部落 做这些事情 你有什么目的 我看完之后 我就简单的说了一声 谢谢你 我会继续努力 回到部落 发现大家卖自己的土地 因为老年人 真的没办法跟踪了 年轻人外流 部落也没有就业的机会 我也发现到 我们的文化 渐渐的在流失 泰雅族是前三大族 我们一共有9.6万的人口 但是我们的文化记忆 已经完全消失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伤感 我去过北南族的丰收记 三天三夜 我常常在想 是什么力量 可以让这些人 凝聚在一起 牵着手唱歌 一唱就是三天三夜 这么美的文化 我们为什么把它保存下来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开始田野调查 我去到各个的部落 访问到各个的其劳 找到了一个牧师 住在梅花部落的 陈光松牧师 我也很感谢 我十年前遇见了他 因为他在一年前的时候 离开了 那谢谢他把文化 也跟我做了一个 很好的分享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其实不大愿意跟我说 因为他是一个神职人员 他觉得 既祖灵这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 会违背他的旨意 那我用 我跟母亲说 拜托 跟他说 用主语跟他说 我们的文化已经要消失了 我们必须团结 当下他就点了头 告诉了我 泰雅族的丰收记 一共有三天 第一天 所有的年轻人 男子 要到大坝尖山 也就是 我们泰雅族的圣山 去祭祖林 打猎 狩猎完之后 所有的东西 要带回到我们的部落 第二天 所有的男子 要在家门口 我们没有 纸跟笔的文化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传唱的 所有男子 都要知道自己 从何而来 从那里迁徙 家族的部落 经历过些什么 这样一唱 就唱到夜晚 要把打的猎 变成了猎人便当 猎人便当 就是用 香姜叶 猪肉 马告 把它绑在一起 挂在树上 隔一天早上 凌晨四点 所有人要起来 他们会去检查 猎人便当 有没有被打开 如果打开过 他们深信 祖先昨天回来过 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欢呼 清晨 大家去祭祖灵 祭完祖灵之后 所有人 就要来到部落的广场 头目会为大家 做祝福 祷告 我们的火的仪式 点燃的那个开始 火 对泰雅族人来说 它代表着 生生不息 它也代表着永续 它也代表着 这一整年的兴旺 泰雅 这两个字 它代表着 勇敢 生 的人 大家一起回到部落 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在想 这么美的文化 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烧成了光碟跟CD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是光碟跟CD 在我的部落 到处去发送 每一户人家 告诉大家 我们即将在我们的部落 办我们第一年的丰收季 邀请大家一起回来 所有人 都回来了 然后我也带了 穿援文化表演团的 泰雅族的青年 二十个青年 来我的部落 教大家怎么唱歌 怎么跳舞 那一天 我印象很深刻是 来了将近有 大概三十位的人 部落的人 都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还有在地上爬的那种小baby 他们每一个人练唱练跳 零零落落的 因为没有看过 然后跌倒 爬起来 大家互相支持 然后到了晚上 已经天黑了 大家肚子也饿了 然后我就看到 大家还在训练 我在想 完了一个月后 我们的丰年祭 真的可以 如期举行吗 突然有一个奇劳 过来跟我说 雷薩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 在这边练习 然后我们下礼拜 你来验手好不好 你知道吗 在一个广场 只有一个路灯 所有人的剪影 老先生 老太太 地上爬的小baby 我当下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我想要做的 一件事情 去影响了我的部落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支持我 让这件事情去完成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们丰收季的前一天 所有泰雅族的年轻人 全部都回来 将近有一百多位的 表演者 歌手 那一天 大家在搭帐篷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双彩虹 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见到 这么近距离的双彩虹 就在我的面前 彩虹对泰雅族人来说 它代表着 非常的神圣 因为我们相信 人死后 都要经过一条 彩虹桥 我们的主灵 会在彩虹桥的尽头 去迎接大家 我们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完整 这么美的文化 这么美的祭典 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 到了 大家看到彩虹的那一刻之后 所有人把乐器 口黄琴 吉他 学不上手 手牵着手 大家唱歌 从梯田的山下 唱到山上 一唱就到天亮 早上六点多 突然间下起了豪雨 青盆大雨 真的没有一个人躲过 一个小小的帐篷里面 挤了三十个人 其中还有小婴儿发高烧 那个时候的当下 我很想要放弃 我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到了早上的时候 我的祈老就来找我 跟我说 我们九点要如期举行吗 我说如期举行 在九点的时候 所有的族人 大家都凝聚在一起 我们的祈老就带着 所有的男生 带着贡品 走到太阳 升起的地方 看着山的那一头 开始吟唱 不禁止 那好人 均好人已 打大眼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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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場域都被打開來了 在那一個當下 雨就停了 這是我這一輩子永遠 都沒有辦法忘記的一個時刻 這個祭典 經過了第二年 第三年 第十年 我們所有的年輕人大家都回來 然後做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任何的經費 然後也遇到很多挫折 甚至於我們在辦祭典的前一刻 突然間支持我們的人撤退了 完蛋了 這件事只有一個人知道 我還不敢跟大家說 到處去籌錢 到處去請求支援 那也謝謝企業的幫忙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完成 然後在這我也很感謝 就是我的學妹溫蘭 在每一次祭典的時候 她都跟我說 學長 我們要辦豐年祭了 其實我每一年都想要放棄 她跟我說 我們不能放棄 她說 只要我們兩個在一起 我都可以把它扛起來 我們一起前進 真的很感謝 有她的一路上的支持 泰雅的豐收季 我們從種樹的活動 這十年 我們從 宜蘭 宜蘭 拉拉山 尖石 武峰 一直到苗栗 我們種了將近 三千零二十棵的流鼠花 我的部落 雲霧部落 是全世界 全台灣最多流鼠花的部落 我們種了一千六百棵 從山下到山上 這幾年我們也富裕蝴蝶 我們種了一萬棵 富裕蝴蝴蝶的植物 蜜圓的植物 所有的蝴蝶都回來 今年春天的時候 千百隻的蝴蝶 在我的部落飛舞 有一天 我關了燈 要下山 我的母親跟我說 她要下山去看一下 尋一下我們的鐵鐵 突然間她尖叫我嚇到 我想她應該是被蛇咬到 我趕快衝下山 衝下山之後 我看著她 她跟我說 弟弟 弟弟 你看 我看過去 在小溪旁 成千上萬隻的螢火蟲 我們兩個安靜的 靜默的坐在那個梯田 看著所有的螢火蟲 不發抑郁 但你可以聽到 彼此都在錯期的聲音 就這樣子 我很感謝 這段時間的自己 然後我也 接受命運的安排 讓我可以回到我的部落 做我想要做的事 也謝謝這段時間 讓我可以跟我的母親 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讓我們連結在一起 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一百年後 太亞族的文化還會存在嗎 我也常常在想 一百年後 流書花 真的可以開滿在中央山脈 一整條白色的花海嗎 我常常在想 一百年後的 一百年後的 各位 你們 我 我們可以留下些什麼 我是太亞族人 雷莎達巴斯 謝謝